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昂格鲁学园 我们本期将介绍麦克阿瑟在日本投降仪式上的讲话 内容选自麦克阿瑟回忆录第八章,占领日本 以下为回忆录原文,其中有部分删减 正式投降仪式定于1945年9月2日 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 关于那天上午发生了些什么 在场的人又说了些什么 我读过多篇相关记载 其中最合我意的是一份提交天皇的官方报告 作者是日本代表团成员加赖军一先生 他是阿摩斯特学院和哈佛大学校友 这份报告已经公开发表过 但我还是将其收录在此 时至九月初 但这一天却出奇凉爽 天色灰暗 能云低旋 清晨五时许 我们从东京出发 一行九人 由外务省 陆军省 海军省各派三人 除着九位代表之外 还有代表日本政府的外务大臣崇光奎 和代表日军大本营的参谋总长 没精美智狼大将 代表人选的问题颇费了一番功夫 没有人会自愿承担这可憎的职责 最终任务落在了崇光外相头上 在接受天皇的任命前 崇光奎对我坦言 这意味着天皇陛下的信任 乃是莫大光荣 纵然希望渺茫 任重道远 但他依然决心让国耻之日 成为日本向和平国家蜕变的起点 如果这一天标志着一段旅程的终结 那么他同时也是另一段旅程的开端 梅金将军却是另一番心思 他十分勉强才接受了自习代表的任务 直到最后一刻 他仍然反对停止敌对活动 在天皇陛下亲自出面劝导之下 他才同意游里游节的执行使命 登场时 我感觉我们几个好像在游街示众 千万只眼睛向千万只带火的利剑 以疾风咒语之志射向我们 我竭力保持镇定 试图维护战败国的尊严 然而这绝非意识 每一分钟都感觉如同几个世纪那样漫长 麦克阿瑟平静地从舱内走出 来到麦克风前 参战大国的代表们 我们今日起聚于此 缔结一项令和平得以恢复的庄严协定 不同理念与意识形态的争端 已在世界战场上决出了胜负 所以我们无需再来讨论和争辩 我们在此代表的是地球上最广大的人体 所以我们也不是怀着猜疑 恶意以及仇恨的精神前来相见 而是要求我们胜败双方 都上升至一种更崇高的尊严 只有他才符合我们即将为之奋斗的神圣目的 使我们所有人都全心全意地信任他们 在此正式承担的职责 我的殷切希望其实也是全人类的希望 那就是从这一庄严的时刻起 由过去的流血和屠杀中 诞生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一个建立在信义和谅解之上的世界 一个致力于人类尊严 及其最真实之愿望的世界 一个自由 宽容和公正的世界 即将在此尝试并通过的 日本帝国军投降条款 都在于你们面前的投降文件中 作为驻日盟军最高司令 我宣布本人将按照自己代表的各国传统 以公正和宽容的情神行职责 同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保证投降条件完全 迅速 忠实地得到遵守 短短几分钟 演讲完毕 全体代表签字完成后 麦克阿瑟宣布 现在 愿世界从此恢复和平 祈祷上帝永远保佑他 一事到此结束 麦克阿瑟向美国公众发表了广播演说 今天 枪炮沉默了 我们告别了一出大悲剧 赢得了一场大胜利 我代表成千上万 沉默无言的死者 向你们报告此事 他们在慢慢征途的丛林 海滩和太平洋的深水中 永远安息了 我代表千百万返回家园 接受未来挑战的无名勇士 向你们报告此事 他们为了从灾难的边缘 挽救未来而付出良多 在巴丹和克里希多那些严酷的日子 全世界生活在恐惧之中 民主国家处处陷入首饰 现代文明遥遥欲坠 回顾一路走来的这段崎岖漫道 我由衷感谢仁慈的上帝 他赐予我们 铸就胜利的信仰 勇气和力量 我们体验了失败的痛苦和胜利的喜悦 并从中认识到 绝不能再走回头路 我们必须前进 在和平中维护我们用战争赢得的东西 科学发展日新月异 战争潜在的破坏力 事实上已经达到 令我们必须修改传统战争观念的程度了 倘若我们无法设计出 某种更伟大 更公平的体制 末日便尽在咫尺 究其根本 这是一个神学问题 涉及灵性的复苏和人类秉性的提升 我们若想拯救肉身 就必须从心灵入手 我们今天置身东京 仿佛是我国同胞 海军准将佩里 92年前那一幕的重演 他的目标是打破日本的闭关锁国 让其接纳世界的友谊 交流和贸易 从而迎来一个开明进步的时代 悲哉 可惜由此得到的西方科学知识 却被打造成一种 压迫和奴役人类的工具 言论自由 行动自由 乃至思想自由 都通过诉诸米信和使用武力的方式而被剥夺了 按照波斯坦公告 我们拥有将日本人民从努力状态下解放出来的义务 因此 我的目标是 疑似解散日本军队 并采取其他消除战争潜能的必要措施后 便尽快履行上述承诺 如果这个民族的才智转到建设渠道 国家就能摆脱当前这种可悲的境地 上升到受人尊敬的地位 今天 自由处于公式 民主政治正在大步向前 今天 无论在亚洲还是欧洲 摆脱了枷锁的人们 都在充分品味自由的甘美 那就是没有恐惧的生活 因此 同胞们 今天我在此向你们报告 你们的子女 已经以美国海陆军军人那种从容不破 坚定不移的精神 完全而忠诚地履行了使命 这种精神与敌人仅仅建立在神话般虚构事物上的狂热相反 是以历史上实实在在的传统为基础 他们即将归国 请好好关照 最高司令讲完后 我在报告里写下了自己对他演讲的印象 他是个爱好和平的人 何意有功 其欲不遜兵威 这句格言在他的演讲中得到了最生动有力的诠释 天皇陛下正在急切地等待崇光魁汇报 所以回到首都 崇光魁第一时间上交了我的手稿 在报告的最后我提出了一个问题 假使双方角色对调 作为战胜方的我们 是否会以同样的胸襟去接纳战败方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崇光魁告诉我 对我的想法 天皇叹息着表示认同 的确 日本与美国的距离根本无法以数字衡量 我们终究不是在战场上败给先进的武器 而是在精神的较量中败给了更崇高的理念 真正的问题是道德层面的 非算是所能穷尽 无论未来会怎样 密苏里号上的今天 都将是历史上最璀璨的日子之一 而对于人类争取长久和平的无尽征途而言 麦克阿瑟将军将成为沙漠中光耀千古的封碑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内容 如果您对我们的视频内容感兴趣 敬请订阅《岸格鲁学员》 让我们一起深入认识《岸格鲁世界》 攀登人类文明第一高地 攀登人类文明第一高地